孟岚 宋茗玉 你刚才说老大的事儿 到底是真是假 你先放开他 回答我 曹邦一主 齐天锋一败徒弟 胜负已成定局 劝你好自为之 莫自寻死 曹邦 大臣 没了 曹邦败了 败得彻彻底底 输给了我们苏家 你若想复仇我就在这儿 挟持一个弱女子 怕不是曹邦的行事风格吧 别跟我说什么花样 我杀了他信不信 好 公平心 还等什么 要不我再让你三招 谁你都敢碰 找死 你还记得你刚才的虚道吗 我求你 怎么过心里这个坎儿 把我的头搁下来 让血尽到你的脸上 热气腾腾的 一脸就好了 杀鬼人 茗玉 不要听他的 把刀放下 啥呀 杀我呀 一杀我你就好了 动手啊 冥玉别听他的拔刀放下 来呀 来呀 你干脆又是伤他了 你走吧 你的茶 不该我混 ar Anthony 就是病 17 就是个闹粽 没事 这就是我的选择 回来 谢谢你 刚好遇见你们家丫鬟 说是衣服缝好了 给你送了 对不起啊 这血迹我洗不掉 所以不小心死破你 我一心仗前天涯 江湖夜雨酣常连滴 可碰着点血 又变成这副模样 你善良 仁义 所见之处皆是活生生的人 这才是我认识的你 如若你回来便能黯然如水 我心中倒是有几分怂乱 没事 这件衣服坏了 我再给你做件新的如何 我不要 它是我们的定期性 要陪我一直到了 那我就将这破的地方 补上刺绣 至于这血迹 我便把它染成黛色 想必公子穿上 一定好看 家里就要染发 咱们现在就去 小姐 现在可是放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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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